排排公寓只有盖好的水泥墙 没有门没有窗也没有工人 很难想象德国首都柏林的黄金地段 也上演恒大烂尾楼事件 受访者两年前在这买下两房一厅的公寓 已经准备好投期款 但建商却无预警告知 由于建筑成本激增 一时周转不过 只有宣告破产 法新社最新的报道指出 8月德国有12%的建商 面临融资困难 纷纷苦叹撑不下去 造成德国烂尾楼不断滋生 德国总理肖茨已经宣布 骤击国内主要开发商在25号开会 讨论如何让建案复工 专家预测明年德国建案数只会有20万套 比总理萧姿的目标40万少了整整一半 届时恐怕又会造成房屋市场另一波乱象 静新闻张志浩 汪永白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为了 十两万 碎